水痘案例 内热源 喝75克干姜片熬煮的浓姜汤 饮食 一日三餐 吃五股杂粮 及温热性素食 外热源 每天温敷20个小时 全身涂抹姜粉泥一次 并用电热吹风机吹干 白天温敷数小时后 会觉得燥热 就出去运动 流血汗 回来后擦干汗 就可以再继续温敷了 晚上睡电热毯温敷时 九档温控器 开到第三档 觉得很燥热 调低到二档 还是一样燥热 根本无法承受 后来听志工建议 把温控调至五档 反而觉得舒服 可以温敷了 运动 每隔几小时就去运动 以散步为主 偶尔爬楼梯 按推 灶热无法缓解 请志工以舒缓的方式按推 原始点调理过程 9月28日早上 前胸后背和脸上 开始出一些水痘 全身乏力 9月29日 出了更多水痘 全身涂抹浆移 身体还是乏力 9月30日下午 吐了三次白沫及酸水 晚饭吃开水泡的米粉后 胃不舒服 便用姜水灌肠 胃里面没有消化的食物 都吐了出来 半夜肚子痛 胃痛 赶紧按推原始痛点 即用姜粉灌肠 之后就拉肚子 拉完后肚子就不痛了 又再按推 胃部患处 胃也不痛了 9月30日晚上 水痘又出更多了 10月2日 水痘开始结痂 体力还有些虚弱 10月4日 结痂开始脱落 体力恢复正常 10月23日 全身只剩下浅浅的痘印 感恩张医师 感恩原始点 10月2日 优优优优独播放 简abylen 优优独播放 屌